烏克蘭東部城市斯洛惠揚斯克州州長說 星期五、4月14日,該地區受到俄羅斯導彈襲擊 造成至少5人死亡、15人受傷 帕夫洛基里連科在Telegram上寫說 在S-38導彈損壞了5座公寓樓和5座私人建築 以及其他的物體之後,還有7人留在廢墟下面 斯洛惠揚斯克是俄羅斯軍隊夢寐以求的兩個東部城市之一 目前在附近的巴赫穆特陷入困境 因為距離只有推進對烏克蘭的入侵 季節多變幻,保護家人們的身體健康 我們可不能半途而非呀 雖然你已經施打過了新冠疫苗 但特別針對Omicron病毒的二加疫苗 卻更多了一層的保護 還有孩子的防護也不可以馬虎 儘快去接種疫苗,讓全家安全更安心 小生醫療中心先提供各類免費新冠疫苗接種 我們在Almonte等多個地區均有服務站 詳情請諮詢626-286-8700